大家画出心目中最好的爱情的样子 然后不许互相抄袭啊 不许看 您给我跟志胜准备的颜色有点多了 快画吧 爱情的样子 你懂吗 你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样子吗 我昨天不见过 你就交张白纸上 爱情的样子就是白纸 不是你的爱情现状 是你心目中 我跟你说 越是没谈过恋爱的 对爱情的幻想越会热烈精彩 画吧 您可真懂啊 您可真懂啊 但是可真难为我啊 您可真难 寓意不太好 对啊这巴巴是什么东西 就白白啊 但是 我跟你说啊 这这应该是一些鱼 你们仔细看 哦 这个有看 哦 哦 这一桥 这个河 这也就是 我明白这幅画的意思了 就他们俩 他们俩在一起 但是他们的河里还有好多鱼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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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谁啊 谁啊 这是渣男 你们谁画的 不是 对啊 对啊 而且这屋里有很多钱 你们这看这个 这画贼复杂 因为有钱就能有好多鱼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谁 第二幅是谁 二号 最感兴趣的二号 这是至盛吧 好 是不是说你河里有好多鱼 对 河里有 而且对对对 一对一对一对的 啊一对 这还在瞧 半可是啥 半可 我女朋友不在银行工作吗 哦 哈哈哈哈 哎呀 同一个 哦 哦 我同这个 我们都忘了 哎呀 还有真正的爱情啊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个 好 好了 这个 这个 泰坦尼克 这是我的泰坦尼克 我是这么解读的 我觉得忽兰是一个自恋的人 因为他画的就是姜远航 就是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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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来这是一条姜啊 哈哈哈哈 这都被你读出来了 哈哈哈哈 四号 到底是谁喜欢我 快 那肯定是我画的了 哈哈哈哈 风雨彩虹关你啥事 哦 你不是我吗 喜欢他喜欢田镇了 你别求他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风雨彩虹是啥意思 就是要快乐啊 我觉得爱情还是要快乐的 因为 因为诚哥不会画风雨彩虹 对啊 诚哥不会写 铿腔玫瑰 哈哈哈哈 都是对的 哈哈哈 也不会画 也不会写 哈哈哈哈 他首先是一个 两个人玩的是两个游戏嘛 哎 我在那不咋俩吗 哈哈哈哈 这是爱情的样子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